你今天剛上任不到一星期 發動民眾包圍立法院 然後剛上任不到兩星期 行政院提出複議案 行政院就說不相信立法院了 那接下來要幹嘛 只要他的預算被打 他就說你看 你跟中共一筆孔出氣 就是故意要阻擋賴政府執政 你們就是中共同路人 所以這就是我覺得賴清德最可怕的地方 如果賴清德的握他之旁 連容他人酣睡就連行政院 人比他多你表決會輸都不要 已經從當選之前就一路打到現在了 那他沒有要執政沒有要管理 他沒在想這件事 你不覺得嗎 因為正常的政府都會馬上想到 接下來我的預算怎麼辦 我在立法院挑起這麼多戰爭 結果不是 他是在全國挑起戰爭 大家沒有注意到嗎 賴清德到現在沒有拜訪過在野黨領袖 沒有 完全沒有 不要說在野黨領袖 在野黨的公有都沒有 是啊 所以這是在幹嘛 這就表示賴清德根本不屑跟你談 他就是要跟你幹 幹到底為止 所以我覺得在野黨千萬不要 我聽到在野黨還有一些人在講說 其實大家可以坐下來協商 有的事情不需要沒有火爆 有病是不是 人家沒有要跟你協商 真的不要傻了 你看這兩天吳士耀在講什麼 因為賴斯堡又說要在那個立法院要守崗位嘛 怕民進黨搗亂嘛 吳士耀立刻講說 我們都很遵守規矩 是國民黨立法院現在是你們當家 你們當家不鬧事 你不要再亂搞 你真的相信他嗎 我跟你講國民黨如果你真的相信他 把那個港哨撤 他們一定偷襲 我跟你保證百分之百 民進黨就是這種不要臉的政黨 所以千萬不要相信他講任何一個字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照這種邏輯來看 現在什麼海外演習啊 什麼共軍繞台 共軍繞台啦 然後採購軍購啦 他通通不管了 採購軍購要 要編過預算 預算要過耶 他現在全面性的 行政院就說不相信立法院了 那接下來要幹嘛 所以接下來就好笑了 接下來他們打算的方式我跟大家講 就是只要他的預算被擋 他就說你看 你跟中共一筆孔出氣 就是故意要阻擋賴政府執政 就是要搞亂台灣 你們就是中共同路人 一定全部都是這一招 那如果都是這一招的話 這個國家都不用團結喔 你還沒有 我跟你講 網友剛剛講 浩劫四年啊 就是你今天剛上任 不到一星期 發動民眾包圍立法院 然後剛上任不到兩星期 行政院提出複議案 連預算都沒有過 連編都沒有編 直接提出複議案 那到底要幹什麼 那我覺得接下來 賴清德是要用中共同路人來治國了 是不是 就你都不用講別的東西 反正就中國同路人 中國同路人 疑慮中國同路人 我們國家難道沒有面對很大的挑戰嗎 難道沒有面對很嚴重的危機嗎 其實都有 能源也不夠 人才也不夠 少子化也嚴重 結果到現在都在發動內亂耶 是啊 到底怎麼樣 所以這就是我覺得賴清德最可怕的地方 你說蔡英文再怎麼爛 蔡英文好歹還會想說我的法案要過 我的預算要過 他還想A錢 那賴清德現在呢 我A錢我都要A的徹徹底底 我絕對不能容許一點點渣子 所以呢我就先跟你幹到底 他的想法非常單純 因為他過去在台南呼風喚雨 然後呢他就是這樣硬幹 而且還獲得勝利 所以他覺得他可以把台南那招用在立法院 我也跟你硬幹 跟你幹到底 我告訴你啊 賴清德接下來那個國情之文啊 他不會去了 對啊他應該到這邊他去國情之文幹嘛 是啊他根本不會去了 對啊 所以他就是 他就是要跟你賴皮到底 嗯 然後然後大家就等著看吧 接下來立法院就是每一期都有戰爭 這一次的立法院應該是有史以來最辛苦的一屆立法院 呢 我想請麻煩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